为了市区的环境卫生 政府积极来规划污水下水道 不过在宜蘭市市园里内 有两排住家后方的巷道 下水道的工程无法施作 民生废水容易滋生文营 影响到居家的环境 所以地方希望县政府能够沟通协调 让工程顺利进行 两排住家相邻的巷道 因为建筑物距离越来越近 加上中间一道围墙的关系 到了最后根本无法通行 不然让下水道工程 没有足够空间来施作 也导致雨水沟无法畅通 夏天发出恶臭 还衍生一堆蚊虫 严重影响居住品质 对地方环境问题 里长建议相关的住户居民 借由协商会议拆掉围墙腾出工程空间 顺利兴建污水下水道 也一并解决积水问题 所以说 如果要求 不要紧 你把它靠掉 要再加火 就很紧 这样可能就是 无法带成国式 所以说 最后是说 你如果靠掉了 因为顶管都 比较弱了 比较弱了 我们顶管还有一个 河水膏在里 河水膏 河水膏是在里面 河水膏在上面 上面又做一条 河水膏来 河水膏 这条河水膏都进行去 目前在石园里 有类似情形的地点 还有五六处 如果民众顺利达成共识 相信有助于地方 环境卫生的改善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